意大利米蘭設計週堪稱是家具界的奧林匹克 臺灣今年首度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主辦 臺灣設計研究院領軍 前往米蘭設立臺灣館 希望以臺灣社會來邀請公眾反思 當代的設計角色 來看公事國際記者王雪靜 來自意大利米蘭的報導 距離亞洲一萬多公里的米蘭 來自世界知名設計廠牌集結於此 向各界展示他們的設計心意 今年來自臺灣的設計光點 貶地各方 現在就帶您一探究竟 從米蘭中央火車站走進市中心 整座城市瞬間成為一座 諾大的當代設計實驗室 每年臺灣設計師們努力在盛世中亮相 今年駐米蘭代表初與實踐公社合作 在意大利設計之都米蘭 展示20件師生聯合作品 從鋼筋建材在製的單人座椅 到重現臺灣令草編織工藝的燈飾 充分表現傳統工業材料 與現代創新融合的美感 向世界展示臺灣新一代 強大的設計實力 那臺灣的設計價值有兩個大的方向 那第一個是永續循環設計的能量 第二個就是臺灣是一個科技島 那怎麼樣在未來的AI的大時代裡面 善用臺灣的科技創造一個更永續的未來 看準歐洲近年提倡產業 ESG近零轉型 臺灣設計研究院透過15件榮獲經典設計 獎肯定的臺灣設計品牌 為永續循環與友善環境等議題 創造對話平台 我們這些設計的案子 它並不是單一的設計產品 它其實都企圖提出一個新的系統 來面對我們這個國家所面對的問題 那甚至是不只是我們國家 甚至是我們周遭的國家 日本啊 然後以及像是我們從南美進來的 漁網的這個事情 我們來解決世界的問題 回收再利用 除了寶特瓶 海洋廢棄物 皮革或玩具 運用材質的特色 重新注入設計概念 透過品牌與產業的合作 為垃圾注入經濟價值 我們想要去包容所有的東西 都能夠多元的應用在這件事情上面 那小的空間反而是一個很好發揮的舞台 從土地經驗中探索環境議題 台灣新一代設計 透過設問的方式 邀請觀眾深入反思 試圖完整你我理想中的事件藍圖 公視國際記者王雪靜 義大利米蘭採訪報導